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人的一生啊就像是一趟列车 从起点到终点 在列车行驶的过程当中 我们总会遇到不同的人上车 也会遇到呢不同的人下车 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 你总会遇到适当的朋友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遇成大事者 我们的人生必定要离不开这五种人 那学会利用小人则会啊 让我们更加成功 那第一种呢叫贵人 人的成功离不开贵人相助 贵人并不是说就是有钱 有势之人 是在我们困难之时 伸出援助之手啊 帮助我们的 他有可能是你的家人 是爱人朋友知己等等 那大家都知道当时李嘉诚呢 去香港投靠他的舅舅 那舅舅庄金安呢 当时在香港的实力就非常强 很早呢就做了钟表生意 那现在庄金安家族手中的 钟表帝国资产啊 已经达到数千亿资产 可以呢比肩香港的四大家族 实力呢非一般 其次李嘉诚的第一任妻子叫庄岳明啊 庄岳明呢 是李嘉诚舅舅庄敬安的女儿 两个人从小就青梅竹马 所以呢庄敬安既是李嘉诚的舅舅 也是李嘉诚的岳父 小时候如果没有舅舅庄金安的接纳 李嘉诚连吃饭都成问题 那事业上如果没有庄金安家族的相助 那或许呢更走不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呢大家要记得 我们人生娶个好老婆还是非常重要的 人的一生当中 你的成功永远是离不开贵人的相助 当然我们也要懂得吸恩 滴水之恩呢 我们必当日后相报 第二种高人啊 我们想要开拓一番事业呢 离不开高人的相助 高人呢是指在思想上 或者是在能力上 能够给予到我们一定的感悟 或者是帮助 那从而呢 让我们更加快速的成功 马云在蔡重信啊 还没有来阿里巴巴之前呢 马云自己已经找过国内38家风投公司 但是呢 都是被一一拒绝了 1999年10月份 蔡重信加入了阿里巴巴 5个月的时间就帮助阿里巴巴 融到了低笔资金500万美金 那么来自于高盛为首的首期啊 这个风投投资 把阿里巴巴呢彻底的盘活了 那高盛呢 能够在1999年就投资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互联网公司 主要的原因啊 还是看中了啊 既懂法律又精通财物 且熟知国际惯例的蔡重信 那一年之后的两千年 蔡重信呢 和马云两个人前往日本和孙正义谈判 那蔡重信呢 虽然话不多 但在关键时刻啊 对孙正义前脸次的出价 勇敢的说no 最终孙正义呢 拿出两千万美元 阿里巴巴也凭借着这次投资 躲过了互联网最寒冷的冬天 所以与高人为伍 与智者为友是我们成功的必备条件 第三种知己 所谓的知己并非是红颜 也有可能是你的铁哥们啊 好兄弟 因为只有好兄弟才敢对你说肺腑之言 不怕得罪你 正所谓忠言利耳而利于行嘛 特别是呢 在我们的人生得意时 往往我们很多人呢 都会凭意气来办事 那只有身边有这样的好兄弟 好知己才会给到你打打预防针 浇浇冷水 才会呢 让你不会迷失自我走偏道 所以人生朋友无需多 一两个知己啊 足矣 那么第四种呢 对手 只有对手啊 才会让我们啊 坐立不安 废勤忘食 那也只有对手才会让我们快速的进步 突破自我 因为你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你知道自己该如何前行啊 所以呢 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 那么就是市场上有肯德基 那么就一定会有麦当劳 那市场上有沃尔玛就一定会有加勒夫 有阿里巴巴就一定会有京东 有支付宝呢 就一定会有维系 对不对 那么就是这个道理 那市场永远都是在相互竞争当中 又相互成长和发展的 因为对手的存在才会让你更加强大 第五种小人 那说到小人啊 很多人都会很痛恨 确实往往这些人呢 都是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那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购 小人虽然可恨 但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 确实帮了我们不少忙 因为他们的存在 才长了我们的志气嘛 你到处使坏 你恨不得把我眼拉下水 那么我就做给你看呗 对不对 结果我做成了 那是不是要感谢啊 这些看不起你的小人呢 那么因为小人的存在 才让我们体会到了人间的人情冷卵 事态炎凉 因为小人的存在 才让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 懂得人生只能靠自己 任何事情呢 都有两面性 所以呢 我们要学会利用好小人 化被动为主动 我们的人生啊 才会更加美好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的 欲成功者 我们必须要具备的 依靠的五种人 说说你身边的小人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